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手点赞 超飘摆烂 大家好 我是女嘉宾 现在追女生 谁还在天天找女生聊天 微信秒回的 扣个1给我看看 都2020年了 谁还用这种方式追女生呢 你也太不自信了吧 天天找女生聊天 最容易变成天狗 女生啊 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样对她 她喜欢这样的 你这么和女生聊天 她会对你失去抵抗力 1 被动是展示你的高价值 你喜欢她 但是不是要你像高药一样去贴着她 真正的高手是为了女生主动去贴她 当然 能做到这种境界也不简单 想要吸引到她 首先你得有吸引到她的点 这就是所谓的高价值 那高价值展示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被动展示 简单来说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展示 或者是她想要了解你的时候 你再去展示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吧 又有一辆车 但是你主动去跟对方说 哎 最近刚新提了一辆车 或者是在朋友圈上你的车 只会让对方觉得你装逼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在聊天的过程中 你突然打断说 等会再聊 我再开车了 或者给她发一张你单手开车在外的照片 相信我 这样绝对能激起 女生对你的好奇 她一定会把那张照片放大来看 这样展示高价值 效果就很低调了 而且不招人般感恩 很多男生跟女生聊了很久 都不会跟女生晋级关系的 你可以成为她的男闺蜜 好极美 甚至是来人知己 但是你却永远做不了她的男朋友 那句 我喜欢你做女朋友好吗 多少次在嘴边徘徊着 又被你活生生的咽下去 你怂了 你怕她拒绝你 你之前所有的付出都会变成白费 你很想追到她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会更自然的让女生接受你 如果你想和喜欢的她成功晋级关系 摆脱单身状态 那你去到主页 找到信息 回复我 秋秋 周边送你一份和女生聊天的必备话题 还有追女生的终极攻略 让你更快速地牵到女生的手 话又说回来 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珍贵的 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 你不是那么容易被得到的 谈过恋爱的兄弟肯定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你越是对一个人好 他越是会肆无忌惮 渐渐的你对他的好还要随着时间 不断的翻倍 你呢就会越来越累 其实吧 你所有的付出都在示范一种可得性 简单来说就是 你付出的越多就证明你越在乎他 而你呢越容易被得不到 真是这种可得性的示范 降低了你自身的价值 所以呢 在和女生聊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节奏 她为你一句 你就回她一句 她隔半个小时回你 你就隔一个小时回她 她一天没找你聊天 你就隔两天再给她发消息嘛 超过15个字来 要用语音发送 别问我为什么你自己品 还有 她向你示范的兴趣信号 比如主动询问你的男人家乡 你才可以自爆你的家门 总之呢就是一句话 抛弃你以前的隐私框架 我要让她觉得 你就这么容易被得到 她才会对你产生兴趣和欲求 持久的感情呢 都是以评论的方式 开始的从一而终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有需要你们的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